作词 李宗盛 要让时光从此磅礴 王妃请募足 你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奴婢该死 刚刚断水过来的时候 忘记敲门了 死什么死的 谁让你断水进来的 赫连轩呢 王爷正在沐浴 奴婢刚刚断水过来的时候 才替他宽衣 王妃也要沐浴吗 那我去催王爷快歇息 行了 行了 把水放下吧 奴婢告退 我来看你 我去莫荫 上班 議席 他还只得了 老许 快醒来 上班 MR 前酷 吼 大 我可以拿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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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了 有人入府抢劫了 你这怎么了 你这做法驱鬼啊 对 我就是驱鬼 驱 驱 驱你这个大头色鬼 行了行了 李儿 我就算是色鬼 我也是只好李儿这口的小色鬼 你少来 刚刚那个小丫头 给你伺候舒服没 你要不再检查检查 身上洗净了没吧 假如没洗净的话 你让她再给你去搓洗搓洗 李儿 你说你堂堂一个燕王妃 你跟你小姑娘过不去干吗 我就跟她过不去了 我一想到她给你洗澡 你那样 我就想 这是 想什么想 想想想 我洗澡的时候 她压根就没进去 她是不是给你送了一桶洗澡水 是啊 那又如何 那是我让她送的 我就是为了 把她给支走 我看那小丫头 长得唇红齿白 她那鲜鲜玉手 帮你洗澡的时候 你当真不会动心 皇天在上 我贺连轩 今生今世只为冷漓 一个人手身如玉 就算别家的封蝶如何骚扰 我都如铜枪铁铁蛋 威然 王王好 想了吧 李儿 我根本就不想要什么侍女 我也不想要那些基金财宝 连这个阴王我都不想当 轩儿 不要胡说 我没胡说 我一想到 这些基金财宝 总有人惦记着 我心里就不舒服 我就心慌 轩儿 这都是你应得的 我们为了他们付出了那么多 冒了那么多闲 该享受的时候就要享受啊 可是我只想跟你归隐山林 只有我们两个人 在我分上 轩儿 我明白你的意思 以后总有一天 我们会过上 龟隐山林平淡的日子 但绝对不是现在 我冷理想要的是一个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你现在处在这个位置 就要承受 他带来的重量 你明白吗 我好像明白 对了 我有个礼物送给你 你看 你看 你不是说你不在乎什么 金银财宝吗 不是 你记不记得那个 俞猎虎 他当时在西山遇难的时候 弥留之际 他还有妻子的信物相伴 也算是含笑九泉了 停停停 你说的 我都不知道你要送信物 还是送遗物了 我都不敢要 不 不是 我我这个是 是想要 是是是是什么是 你就不能说 李二 我看咱们俩盛世般配 这勾玉呢 是一对 他们俩可以合二为一 正好代表我们俩 是天造地设般的一对 对 我送给你一块 给我一块 就代表我们俩 一生一世永不分离 如何 这个好 这个特别好 好什么好啊 你也来一遍 你好 真的吗 我给你一块 我给你一块 如何 你的卫生 你也有抱歉 葱 鱼 可是今天 那个不是 你想注意的 How do you think 你俩都很担心 多这櫻生 你俩都很难 然后我们就 是在为五弟分王的事烦恼吗 明日解禁之期已到 我陪你去散散心吧 好 雪儿 你先回房等我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好 那我回房间等你 来 贺连轩这小子可真是傻人有傻福啊 自从娶了冷家那个丫头 攀上这层关系 一下子成了父皇身边的红人 皇兄 你可知 冷离 皇兄知道此女 一个将军府出来的小姑娘 能让你堂堂大言国皇子无计可施 我怎能不知啊 皇兄 三弟这刚一解禁就来找您 还望您 指条名路啊 所有关于他的事 都让我联想到 一个故人 谁啊 谁啊 谁 任何人都没有你贺连轩了解他 长中开花温柔似缠绵 万千柔长对错难分辨 相思如隔月夜 相思如隔月夜 长相在耳边 西翼如风 缠绕心是乱 望眼欲穿之盘 缘子难归缓 从从跌跌跌 对错难分辨 对错难分辨